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过 让周深意外的是 小白周的梗过不去了 全场粉丝齐声高喊 甜甜蜜蜜小白周 尝我一口喵喵喵 实在是太洗脑了 相信很多观众如今依然不绝语儿 这一期创造营的大彩蛋太惊喜了 周深变身男团唱跳小萌新 六种语言版本的创造营主题曲 我们一起闯 全能A没错了 本次报效调侃 IS班学员就位 周深身穿海蓝色连体工装裤 卡布勒男团重出江湖 周前肯定是绝对的中心位 又唱又跳诚意满满 天籁嗓音太有质感了一开嗓 二次元主题曲居然有了高级感 极具反差的迷云音色 好听到耳膜发酥 全能绝绝子意见 更让人惊喜的是 周深不但用多国语言唱跳主题曲 甚至解锁了泰语 真正的国际版主题曲 又甜又酥的外语发音 就连宁也自叹不辱 当之无愧的语言小天才 本丝好评系统失灵 只能送上一个牛字 人间小甜豆不仅唱功了的 男团表情管理同样过关 抬头一笑 可爱到犯规 元气少年像极了漫画大男主 眨眼Wink太有杀伤力 分分钟击中少女心 周深里偶像歌手又进了一步 粉丝会求直拍版本赶紧上线 如果周深也有撑腰榜 估计撑腰通道一定会被撑爆 周深卖力唱跳 挥汗如雨太可爱 气喘吁吁的样子戳中笑点 邓超有点损指着周深脸上的汗珠 故意让节目组抓拍特写镜头 周深爆笑自嘲 这不是汗水 是我激动的泪水 经过这次强化训练 我由衷感慨 唱歌和跳舞都没有生命重要 建议所有的健身房 可以把创造影主题曲当成减肥操专用背景音乐 周深太有梗了 爆笑段子张口就来 而且 周深特别敬业 为了亲身体验学员的训练强度 不惜加班加点去练习唱跳 让人佩服的是 周深居然只用了四五天的时间就学会了主题曲 而且还加入了六国语言 周导师肯定是学员们最好的榜样 更搞笑的是 周深万万没想到 小白周的梗过不去了 周深一本正经追问现场观众 我叫什么名字 全场一口同声大喊三个字 小白周 周深气到扭头就走 临下台前还不忘报笑回对 没感情了 就这样吧 上期节目中 周深用萝莉音搞乖卖萌 一句甜甜蜜蜜小白周 简直就是快乐毒气 周深凭一己之力 引发全场骚动 全人暴走满地乱爬的名场面 足够大家笑上一个星期 邓超神补刀 不要碰我 我看错人了 周深居然是这样的人 这个世界再也不单纯了 周深浑身上下流淌着喜剧人的血液 有实力能搞笑 宝藏男孩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做不到 何场这次邀请他加盟 简直是赚翻了